來看一下這邊的這個問題 剛剛講的這個問題 裡面的話有幾個方法 其實你可以用很多個函數 包含就是REPT加LEN REPT是什麼呢? Repeat 意思是重複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重複幾個0的話 你可以比較重複幾個0 幾個0的話跟LEN有什麼關係? LEN是算裡面有幾個字 也就是說如果說裡面算出來 假設LEN這個裡面回來是幾個? 兩個字對不對? 那應該重複幾個0? 3-2嘛 那不就重複一個0就好了 那如果這邊是幾個字? 一個字對不對? 那是3 3-1等於2 那就重複兩個2在前面 如果0的話 那3-0那剛好就重複三個0 對不對? 那邏輯上應該是符合我們要的 只是說呢 我已經知道這個邏輯 但是如何把這個公式給變出來 OK 那當然就是我們要去想辦法的事情 所以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做法 第一個 這邊的話等於 等於什麼呢? 0.9嘛 所以一定記得喔 文字一定是雙引號 0.9 意思說我要在這個文字前面是0.9 然後AND 因為我後面要加上什麼? 這個儲存格的資料放在這裡 所以點它一下 F4就過來 或者你打F4也可以 那你當然如果你後面還沒打完 你其實可以打勾沒關係 它就輸入有沒有 0.911 公司不是說你全部打完再打勾啦 沒有啦 你就是實際上你 我是建議喔 如果你不太熟練的啊 你可以做一部分 然後先確認不不OK 不要等到全部輸入之後再確定 那如果假設錯誤怎麼辦? 那錯誤你就找不到錯誤了 因為太長了 OK喔 然後後面的話就再串一個減號 有沒有 一個減 所以AND 一個減 有沒有 一個減嘛 打勾 0911減 然後後面的話AND 欸? AND的話呢 幾個0 然後再84 所以幾個0的話呢 當然如果你對REPT比較不熟悉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切到REPT這個頁面來練習 重複幾個星號 如果100筆給一顆星的話 像158的話那一顆星嘛 那這邊兩顆星嘛 那幾顆星的話 不是叫你複製貼過來 沒有啦 不然的話你貼不完 所以怎麼辦 插環數 你可以用什麼 幾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 其實上面這個可以用搜尋的 比如說我要重複文字 重複文字的話 那你可以打個重複好了 比如說我這邊 打有點像Google啦 只是說你上面搜尋的關鍵字 恐怕要蠻精確的 像我要重複 那你就重複 有沒有 然後按Enter 你會發現喔 他這個時候 底下的類別有沒有 他會出現什麼 建議採用 哪一個 這個 第一個剛好叫REPT 這一個 但是跟各位講 沒有Google這麼厲害 當然有時候 你還是要知道說 有些關鍵字 你關鍵字不能打錯 打錯還是出不來 那有時候你可以找那個 接近 試試看 他底下也有一堆 有沒有 他是建議的 那第一個呢 我們試試看好了 或者另外 這第一個 第二個你可以直接從文字類 用類別的方式 也就是說呢 有關文字相關的類別的函數都在這一類 那其中的話呢 當然 從ASC ASC是什麼 全形轉半型嘛 有沒有 BIG5就是半型轉全形 如果你有全形半型的需求的話 這個是內碼的部分 抓到內碼等等的 那其中的話 R開頭 那就是這裡 REPT 你需要兩個參數 所以喔 以後你使用那個 函數的觀念特別注意喔 我是建議喔 你可以按照類別來找 第二個的話呢 找到之後的話 請你看下面 他需要幾個參數 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TEST 文字 第二個參數是LUMBERTIES 所以喔 還有一些說明 按確定好了 那你會發現第一個TEST 所以喔 他有點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要重複的文字是哪一個 這一個 C1 有沒有 所以你如果選取這個儲存格的話 他會把這裡面的文字 放到這邊來 有沒有 因為這個是文字喔 那怎麼知道是文字 前後雙以後就文字喔 OK 那重複幾次 重複的次數叫LUMBERTIES 那就根據這邊 158 但是呢 如果你按確定這邊就158顆星 不對啦 我們要是除以多少 除的話是這個喔 除嘛 乘的話是這個 乘嘛 加減乘除是在鍵盤上面 除以100 OK 這時候一顆星出來了 那不過喔 其實當然比較標準的做法 其實這樣也是OK的 因為呢 星號 並沒有 小數點 顆星 所以 他只會取到整數 但理論上啊 比較標準的做法 應該是把1.58 怎麼樣 變成1 那這個動作的話 需要有個函數叫INT 應該各位都知道吧 INT函數喔 INT的話其實就是int 就是整數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標準的做法 可以把這個外面 這個公司外面 包一個INT刮符就可以 INT 前刮符 後刮符 OK 你會發現喔 加了INT之後 1.58就變成什麼 1啦 意思是說 我只要整數部分 不要小數點部分 所以以後喔 你如果只要整數位的話 那就外面刮一個INT 就搞定了 當然另外 你也可以用其他函數 Rong Down Rong Down 或者Rong Rong的四捨五入 不對 是Rong Down Rong Down的話是 捨去掉你要的哪一個位數 Rong Down 不過Rong Down的缺點就是 你可能要打的函數長度太長了 Rong Down 我覺得太麻煩了 你用INT最簡單 OK 結果也會是一樣 要確定 但向下填滿的話 注意一下 向下填滿會有個問題 因為向下填滿的話 你的CE 這個E有沒有 因為向下填滿的規則是 它的那什麼呢 列數部分會自動加1 所以向下填滿這個動作 1會變成2 2會變成3 所以如果你向下填滿應該會出錯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把它向下填滿 錯的原因在哪裡呢 這個公式有沒有 這個星號的位置它變成等級了 所以等級等級變兩個 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固定的話 記得喔 假如你 當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如果不要讓它加1的話 向下請你在列的前面加什麼 加淺的符號 向右的話呢 要在前面藍的地方加淺的符號 這個是鎖定這個儲存格的技巧 所以如果你要讓這個OK的話 請你在1的前面加淺的符號 然後打勾向下填滿 那這個部分就大功告成了 OK 應該知道意思吧 其他的話還有什麼L1 你也可以練習看看 L1的話蠻簡單 就是這個長度幾個 插入環數這個比較簡單 再來想想看就是說 如果我已經知道說 這個地方 這兩個是錯誤的 那怎麼樣把它套用在這個地方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